總編輯時間 歡迎您收看 我是李宁思 本週三是內地春節假期的最後一天 各地迎來返程的高峰 那麼比起往年 今年是由於就地過年的人數增加 春運返程的流量明顯減少 但是疫情防控仍然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值得注意的是 內地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放緩多日了 國家衛健委公布 內地17號新增了11例確診病例 全部都是境外輸入 沒有出現本地確診個案 而早前出現本地疫情的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從週四凌晨開始 將兩個中高風險地區的等級 調整為低風險 到目前為止 內地疫情高風險地區 已經全部清零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 不過中風險地區還有四個 它們分佈在河北 吉林 黑龍江和上海 各地應該根據風險地區的變化 來調整相應的防疫政策 避免信息不對稱 給返程人員的出行 帶來不必要的限制 我們來看一看香港 香港特區政府今天宣布 首批內地研發生產的科興疫苗 將在明天也就是星期五 運抵香港 疫苗接種計劃 將從下星期起逐步地開展 香港進入新冠疫苗接種前的 最後準備階段 特區政府宣布 訂購的兩款疫苗 國產科興疫苗 及德國進口的復必泰疫苗 將分別於本週五 及本月底前分批運抵香港 首批各為100萬劑 疫苗接種計劃也將隨即展開 進行妥善的儲存和安排之後 我們就會在下星期二 即是2月23日開始接受疫苗接種的網上預約 啟動疫苗接種計劃 在2月26日即星期五 開始會首先在五間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和醫管局核下的普通科門層 為屬於優先組別的市民接種科興疫苗 根據忍疫風險劃定的五類優先接種人群 分別是醫療機構及參與抗疫的人員 60歲以上的長者 其中70歲以上接種者的陪同 可以一起接種 另外還包括安勞等院設院友及員工 環衛 郵政等必要的公共服務人員 以及涉及跨境運輸和口岸的工作人員 接種將會分階段展開 共設4個途徑 除了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和私家診所 醫管局轄下的普通科門診 及長者及残疾人士院舍 都將提供疫苗注射 其中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將會一週7天 每天從早上8點起 連續開放12個小時 預計運作6個月 市民需要在網站預約接種時間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時表示 隨著疫苗接種工作展開 香港特區政府會進行 嚴謹的藥物監測工作 市民接種之後 需要在指定範圍內逗留30分鐘 如果有不良反應 可以及時由駐廠醫護人員處理 香港衛生署也會加強機制 事實評估可能出現的異常事件 另外 特區政府將會向香港立法會 申請10億港元注資 為接種疫苗及後續安全 設立保障基金 鳳凰威視 趙凌峰 香港報導 香港市民度過了一個史無前例的 淡靜的 也稍微有些寂寞的春節 但是過去這一個多星期 實際上香港的疫情的形勢 也大大的出現了緩和 今天 香港確診的病例 又降回到個位數就是8個人 那麼同時 我們看到在過去 這幾天香港假期當中 香港市民不少居民點的居民 做的一件大事 就是紛紛地排隊到各地 政府專門設置的核酸檢測中心 以至於香港有些地方 對政府的抱怨改為 說政府沒有安排充足的地點 為大家檢測 這就是香港民眾的民心或者心態 一下子從以前不想檢測 拒絕檢測 拒絕配合 現在變成主動排隊排長隊 一兩個小時 或者是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位置 那麼預約都預約不到 那麼這樣的一個主動性 也是前所未有的 那麼這樣的一個官民同心抗議的 這樣的一個局面 馬上就使得這個疫情 應該說是大幅度地緩和下來 那麼另外又看到今天香港政府又宣布 這個內地的生產的科興疫苗 馬上明天星期五就抵達香港 然後下個星期二就開始可以預約 政府會設置29個這個注射點 來打這個疫苗 這個進展是相當之神速的 還有就是從星期四 就是18號開始香港各地的餐飲業 又開始放鬆了 從今天晚上就開始恢復了 以前的各地餐館的晚間營業 那麼也可以兩人一組坐在一個台 這也是相當長的時間裡面沒有的 所以從各方面形勢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預計香港的防疫形勢 有可能出現一個迅速的好轉 檢測大家主動積極 然後確診病例下降 各地社會不斷地在放開 然後下禮拜看接種疫苗 所以我們對香港的疫情的明顯好轉 是很有信心的 好 看看另外一則新聞 美國媒體引述消息人士說 美國總統拜登或者將提名 以前曾經當過負責政治事務的 前副國務卿尼古拉斯伯恩斯 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 美國有限電視新聞網CNN引述知情人士稱 拜登政府希望挑選一位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人 擔任美國駐華大使 而伯恩斯符合這一標準 不過 知情人士指出 距離拜登政府正式宣布提名駐華大使 可能還會有很長一段時間 對此消息 美國國務院和白宮軍位置評 大使被公認為對總統拜登 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 有專家就表示 對大使而言 最重要的是與總統保持良好關係 並具有與總統及其周圍關鍵人物 直接溝通的能力 當然 能與中方聯繫也很重要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另一方面 美國商會17號 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警告 與中國脫鉤將傷害美國企業 在最壞的情況下 將導致航空 半導體等關鍵行業崩潰 美國商會發布最新的 《瞭解美中脫鉤報告》估計 如果美國完全與中國脫鉤 將使美國飛機航空業 每年的銷售損失380億到510億美元 並將導致16.7萬至22.5萬個 工作崗位的流失 終止對華半導體銷售 將使美國半導體行業 損失830億美元的收入 和12.4萬個工作崗位 雖然中美完全脫鉤的情況 不太可能發生 但商會認為 了解完全脫鉤 這一極端情況的後果 可以使美國決策者 清楚與中國脫鉤所涉及的成本 美國商會中國中心主管 沃特曼指出 如果政策不當 可能會對美國企業造成非常有害的影響 美國商會亞洲事務高級副總裁 傅瑞為表示 決策者需要了解其行動的潛在負面影響 並找出與中國合作的方式 目標是確保政府對中國 採取各部門整體協調的方針 包括追求合作議程 以及明確競爭和對抗領域 商會在報告中敦促政府 評估對華強硬政策的成本 報告指出 政策制定者需要更清晰的時間表 來調整美中關係 試圖一夜之間 讓美中這一廣泛的關係脫鉤 將導致適得其反的經濟困境 《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 過去商會的報告在塑造 美國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8年美國政府一份貿易報告中 曾引用美國商會報告54次 鳳凰衛視王佑佑 白帆 華盛頓報導 由於中美關係是現在國際關係當中 最重要的一對關係 那麼美國向中國派出怎樣的一位大使呢 這自然是很引人注目的 這個在拜登基本上勝選之後的 去年的12月份 他曾經傳言說 他將提名和他一起在民主黨內 競選總統的候選人的那位年輕的 尼迪安娜州的南本德市的市長 叫皮特·布萊基格 他才38歲來出任駐華大使 那麼當時我覺得 他提出這樣一個年輕人駐華大使 好像是對他在民主黨內的一種鼓勵 而他不是一個專家 他是一個印尼安娜州的市的市長 當然了 這個美國駐華大使有的時候 未必想是外交官 像這個特朗普 他就任命的是他的好朋友 埃安瓦州的州長 布萊斯塔德擔任的駐華大使 但是這次提出的新的一個拜登 想提名駐華大使的人選 他確實是一個老牌的外交家 我看到國內的網站說 他是以前是奧巴馬政府的 負責政治方面的副國務卿 叫undersecretary 其實他不是 他在奧巴馬政府的時候 他沒有擔任過任何政府職務 但他的這個外交經歷非常之長 他是在1990年代 就在老布什的時候就進入外交界 從這個駐外大使館的隨員 一直做到這個做過大使 曾經當過做希臘大使 後來在這個克林頓政府的時候 他就進入了這個國務院 他在奧爾布萊特手下做過工作 那麼他實際上他做這個副國務卿 負責政治事務副國務卿 是在2005年左右 是在小布什的政府裡面 換句話說 他在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的 這個總統下面都做過事 而且他是一個在2008年 實際上這個奧巴馬上台之後 他就從政 不是他就退出政界 去這個在這個哈佛大學 肯定地中心專門講外交 而且他是著名的一個智庫的一個智囊 那麼他是支持拜登參選的 那麼拜登可能覺得他各方面的資歷 他也專門在小布什政府裡邊 在克林頓政府裡邊 擔當過對俄羅斯關係的 這個研究的這個國務院的主要官員 那麼他是現在頭號對手是中國 那麼他現在轉到對中國 我想這是對於拜登政府來說 他是精心挑選的這個人 那麼另外其實拜登政府對華政策 現在還沒有完全的 他發表了幾次講話 包括和習近平主席的對話 包括昨天又在這個 對CNBC的講話裡邊 有些定調 有些語言的 被人很多議論 有一點我們可以看得出 他現在還拿不出很清晰的 對華政策 為什麼 他受到多方制約 有政界的 有商界的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還有軍界對他的一些影響力 所以我們還要再看 他是不是能夠在進一步的 和中國對話 以至於最終能夠實現5月份 這個達沃斯論壇的總裁說的 在新加坡舉行達沃斯論壇的話 能不能和習主席見面 好 現在請看鳳凰威視記者 報導的其他重要表題新聞 休息一會再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們稍後再會 在新加坡舉行 位置都在行 times 接著 超主席見面 中文字幕製作於3年 中文字幕製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包括阳光在内 在多地铁路工人罢工 接下来运输业也将暂停 抗议人士表示 军方发动政变是对人民的投票侮辱 这才导致人民积极参与 运动将继续下去 直到军方将权力重新移交给 2020年大选获胜的政府为止 自16日以来 政变政府一直在拍卖国债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拍卖高达 2000亿免币的国债 由民选议员组成的 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呼吁 企业界不要购买政变军政府 出售的非法国债券 声明补充说 政变政府不是合法机构 因此无权管辖行政立法司法 以及包括出售国债 早前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宣布 将不遵守政变军政府 发布的任何命令 目前军方对联邦议会 代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提出诽谤国家罪指控 有数据显示 自2月1日军方政变以来 迷蒙政府成员选举委员会官员 和反政变示威者 被军方和警察逮捕 其中部分已经被保时释放 但仍然有超过450多人被拘留 而逮捕人数仍在上升 凤卫山上某缅甸 杨光报道 针对缅甸 关于中国支持缅甸军方的一些传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号再次澄清 这些传言都是谣言 目的是破坏和挑拨中缅关系 缅甸紧张局势持续 在社交媒体上有越来越多 关于中国支持缅甸军方的传言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澄清都是谣言 缅甸机场的中国飞机 是中缅间正常货运航班 凭次已从疫情之前的每天15到18班 骤降到每天5班左右 今天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再次郑重的负责任的声明 网络上的那些完全是谣言 目的是要破坏挑拨中缅关系和友好 华春莹强调中方已经多次就缅甸发生的事情 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中方希望缅甸各方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为重 缅甸名门和军队同中国都有着友好的关系 那么出现了当前这样的局面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希望缅甸的各方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里 妥善地处理分歧 能够恢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至于缅甸局势对再缅中国公民的影响 中国外交部表示正在进一步地了解情况 希望缅甸方面能够采取切实措施 保障中国在美公民的安全 凤凰卫视 霍卫委呗 王磊 北京报道 缅甸是2月1号发生军事政变的 缅甸军方拘留了即将开始第二任期的 国务资政 南山素季 还有执政党全民盟的领导人 那么西方的一些舆论呢 趁此在这几天就一直在质疑说 缅甸军方行动得到北京的默许了 它的一个根据就是呢 中国这个官方还有媒体呢 拒绝用政变这个字眼 其实呢中国是不干涉 他国内政的立场 那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就沙利文呢 他还公开表示说如果美国 不不 如果缅甸没有北京点头示意 军方很可能不会策动政变 在这样一些西方舆论的这个煽动之下呢 不少缅甸民众也质疑是中国进入政局 还说什么中方协助缅甸军方建立 这个网络防火墙 于是呢这些天呢 确实网上一些反华情绪挺高的 那么我们应该密切的关注 是否在缅甸会进一步的发展 或者是出现一些这个排华行动 鉴于目前这十几天以来的形势呢 特别是很多的针对中国 那么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 专门为此书面接受了缅甸主要的媒体的采访 可以说这是高调的辟谣 他说当地的一些种种针对中国的传言 纯属无济之谈 那么包括今天下午 华春莹发言人的表态 还有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 接受当地的媒体的书面采访 这都是中方对缅甸局势的 一个完整的立场的表达 这个应该说他们的措辞啊 经过深思熟悉很准确 像这个陈海大使呢 开宗民意就是驳斥了 当然他是间接的驳斥之路的谣言 他主要从正面说 他说中方高度关注缅甸近期发生的事情 注意到缅甸国内围绕选举 相关问题出现的争议 但是对于这次缅甸政局出现变化 我们事先并不知情 他为什么说并不知情呢 是因为在前些日子 就纷纷的谣言说 这次的缅甸军方搞的政变 正好是在1月份 中国外长王毅出发缅甸之后 在缅甸还会见了缅甸军方代表 在这之后出现 于是西方一些政客就拿此说事 说中国可能早就知道 这个缅甸军方要发动政变 或者缅甸军方向中方通报 那么有可能中国还鼓励缅甸军方 接管政权 这陈海说这完全是抹黑 他强调民盟和军队 都和我们有友好关系 就和华春莹讲的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现在我们首先要关注的 就是第一 要曝出一些谣言和传言 第二呢 要保障在缅甸的中方人员的安全 这个陈海大使呢 还专门向军方喊话说 在当前形势下 劝告军方 尤其不能使用暴力 要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 陈大使还强调说 中方正在发挥建设性作用 核心就是劝和促谈 那么国际社会所采取的行动 应该有助于 这个缅甸政治和社会稳定 要避免激化矛盾 由于这个种种舆论 当然还有这个民众的这个心态 那么所以呢 这段时间以来呢 这个民众的游行示威 是越来越高涨 这个规模越来越大 军方呢 已经宣称了说会举行选举 在这个实行一年的暂时的 这样一个在紧急状态之后 要重新选举 移交政权给胜利者 因为事先呢 军方是指控 这个民盟呢 是由选举舞弊嘛 但是呢 这个缅甸的民众还是不买账 所以呢 最近几天眼光 还有其他大城市再次出现街头抗疫 而且呢 意图造成交通堵塞 比如有些人呢 故意在交通要道 说车坏了 那么阻止这个上班的 这个一些公共无法事 那么这样的一种局面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亚洲啊 其实过去这十多年呢 出现了好几次 比如说泰国 比如说这个埃及 那么还有这个缅甸啊 这次再次的出现 这个局势政变 当然缅甸长期来是军政权了 刚刚这个这么几年的 这个民主体制实行了 那么有什么特点呢 会有什么原因呢 其实呢 大家好好研究研究 那么现在泰国和埃及呢 现在实际上他们都经过了一些 再次进行一些民选 当然了 民选的结果也是 这个军头 继续做这个总理和总统吧 其实呢 讲中国的事很多 但我在政变的头一天 我还听说一个传言 说这个缅甸军方事先呢 其实得到美方的默许 怎么回事呢 其实西方啊 这个也不是那么喜欢 阿三苏记了 虽然以前被阿三苏记 被西方封为民主女神 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呢 他上台以后呢 特别是在这个 一些地区的问题 草述民族的地区的问题处理上 他这个和西方的这个民主价值观 有这个冲突 像罗西亚人的这样的事情 那么他的这个画像 都遭到牛津大学的移除 所以说呢 据说军方如果没有美国西方世界的 一种默许啊 他也不敢断然这样做 所以西方 特别是美国呢 在口头上肯定是要谴责的 但是他最后能不能制裁他 或者是最后下什么手呢 这才是真正的要这个观察的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 这是拜登就职即一个月之后 没以双方领导人的首次通话 以色列领导人办公室首先公布通话的消息 并在网上发布一张内塔尼亚胡手持电话的照片 以色列领导人办公室称 两人进行一个小时的通话 领导人表示将共同努力 继续加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坚定同盟关系 声明又指出 两人讨论的话题包括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威胁 扩大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协议 并就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交换了意见 美国总统拜登17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回应记者提问 称两人进行了很好的对话 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说 双方讨论了就地区安全问题 继续进行密切磋商的重要性 拜登强调美国对以色列 近期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 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支持 同时强调努力促进 包括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内的 整个地区和平的重要性 双方还表示 将继续保持战略合作 以应对地区面临的诸多挑战 美媒称 内塔尼亚胡是拜登就职后 通话的首位中东领导人 拜登就职美国总统后 已与多国领导人通话 但迟迟未与以色列总理通话 曾引发外界针对两国关系 出现变化的猜想 外电引述消息称 拜登拖延与内塔尼亚胡通话 部分原因是他首先 想与欧洲主要盟友对话 以及权衡下一步与伊朗的关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拜登的中东政策肯定是要调整的 好 最后请您连乱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